来 少主公 灯笼全都摘下了 新来的仆妇不知规矩 郑丹叶在院中挂上了灯笼 女军被吓得不轻 非说是孤城着火闹了一夜 连晚膳都未用 少主公也未曾用膳 要不要热些饭菜 不必了 没有胃口 去 将许静忠铺子里的所有灯笼 都给我取来 是 这铁匠铺子的灯笼怎么了 我记得其他铺子也挂了灯笼 没错 可其他铺子里的灯笼 都是逐边的骨架 而许静忠铺子里的所有灯笼 在底部都有一圈用来固定 灯笼的铁皮 寻常的灯笼铺子 可没有这般支铁手艺 许静忠的灯笼 之所以遇遇中不通 是因为都是他亲手所致 他一打铁的 做灯笼干什么 那日我们在他密室里 没有寻到任何线索 是因为他已经将线索 藏在了我们都会忽略的地方 那便是 在夜里用来照明的灯笼 郡主 天冷 要不您去马车上面等吧 他会躲我 好好热闹地不留 非要来自冷静住 不如我们进去吧 郡主 郡主 我不是每次都这么准的 阴玉昌缘故 十一郎未用膳就离开了 我过意不去才来许你的 对了 上延登节 林将军可有空闲 这灯笼是我亲手所发 没空 不管将军去与不去 郡主 郡主 都会在灯回处今后的 少主公 这是许静忠密室的照明灯笼 没有异样 少主公 这郡昌郡主对你 真是痴心一片啊 你看这灯笼上写着 有意美人兮 见之不忘 我听说 上延节灯会的灯笼 都是成双成对的 你看这灯笼上写着 成双成对的 这许静忠真是一只老狐狸 他将线索藏在灯笼之中 若买家此时想与之联系 只需留下一只 成双成对的灯笼 这样他们不用见面 就能够传递消息 这个上延节灯会 我们也娶她 这哪里像是你娘家的房间 除了书卷还是书卷 未免也太寒酸了些 这些奠基 是阿父好不容易寻全的 千金难卖 哪里寒酸了 父母累了一天了 快些去歇息吧 女公子 你就是太懂事了 这样难免会吃亏的 如今女君被萧氏送离成家 可没人护着你了 若不争不抢 那日后更得吃亏 阿母回阁家 那是她有错在先 大伯母带我 比带鸟鸟还要清净 诗川用毒 样样优厚 哪里吃亏了 这便算是后代了吗 伯父人说过什么吗 伯父人吩咐过 缺什么 只管去库房领便是 她倒是会做人 咱们老夫人 本就重男情女 大方的小郎君们回来了 加上季老爷 又是老夫人的心头肉 这福州 哪还有咱们女公子的容身之处 这如今 二房连做主之人都没了 他人就没有你我的容身之处了 凡事该争就得争 起初就把微风给立住了